謝謝你收看好總監蝦坦 我們在台北國際酒展 所以來參加酒展非常特別 就是你可以買之外也可以用租的 不過有的酒展其實有幫你準備啦 有票 那有的像我們去新竹就有杯子 這邊就沒有 所以你可以買 或是你可以用租金押金200塊 不過只有150隻 現在也已經租完了 你看這個非常有趣 很多人都說它到底有 喝起來到底能不能夠提升 因為一個杯子都很多錢 那我喜歡這個概念 他們就是品杯體驗 讓你可以去喝喝看 然後有大師教你去說 他們的杯子 這個杯子是不是真的比較好 好那 而且也是收費 其實就是 還是都是我們所很認同的這一種 就是心理家 比較貴的杯子裡面 還是會讓酒感覺比較好喝 可不可以請你給我一杯你們的那個巷妹 就是 你們是不是有做美酒的白蘭蒂 農會裡面做酒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是 真的是 對啊 我買的包裝好像不是這一個耶 這個是新的嗎 這個是我們之後公開 喔 然後 對 我買的是這一個 對 這個是米跟小米的威士忌嘛 不好意思 我只有拍小米跟台灣的小米跟米的這個威士忌 阿正你喝喝看 我們早期因為我們在原住民的鄉鎮 那我們是原住民的元素入到我們酒裡 那我們是為了讓我們的產品多樣化 所以我們剛開始做出小米酒之後 我們將想說讓它性情蒸養 對 那蒸養完之後為了讓它跟市售的米酒 或小米酒有不一樣的風味 所以我們把它放到木桶裡面 嗯 做出不一樣的風味出來 我們其實嘗試過很多種啦 包括雪莉桶 擰色的撥粉 到最終嘗試的這個白香木的心桶 但這些舊桶都有它的特色在 只是說我們希望說我們保留原本它最原始的風味出來 然後來呈現個客人來做評理這樣 嗯 我們所有酒品都是在我們廠那邊自己生產 所以我們那邊除了做 像一般美酒的釀造 對 釀造 釀造 然後美酒的蒸餌 然後小米酒的釀造跟蒸餌 那另外我們還有做啤酒 對 對 有做啤酒 我們自己廠內也有生產啤酒 真的喔 對 但是我們廠內啤酒是沒有 目前是以合作方式做灌裝 了解 讓我們自己桶裝 桶裝出到酒吧或者是餐廳 OK OK 不過這個桶裝也是你們也有設備自己釀啤酒 對 對 請問你們的針釀設備是用那種 我們說弧形的針釀設備 還是是什麼樣子的針釀設備 算是弧形的 弧形的嗎 對對對 有空的話 好啊好啊好啊 對啊 我其實之前一直 我們之前去 每次經過都會去買酒 不過我老實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比我家那一罐還要更好 真的嗎 我覺得你們有越做越好 好啊謝謝 請問這一罐像我們喝的這罐這個是 你說它是放在酒桌裡面放了六年 對這一支 六年的時間嘛對不對 對 然後它是 它裡面是都是全新的美國橡木桶 還是它也有 就是 舊的也是有了齁 不過舊的也是我們的桶 裝過我們的酒 並不是波本桶 對對對 那請問它橡木桶你們也是會烤嗎 烤完之後再 你們沒有烤啊 它來之前就有烤過 有烤過了齁 那你們第二次裝會再烤一次嗎 還是就 我們就是以沿用它原本 因為它吃了第一次的時候 香氣 它的顏色跟香氣 會被第一次吃的比較重 okok 然後第二次沿用的時候 其實第二次我們會增加它存放的時間 是是是是 所以一定會超過六年 了解 所以說因為舊桶它的 它已經被第一次的六年已經被吸走了 是是是 那第二次我們會再延長它的時間 然後再做兩個之久的勾兌 了解了解 因為我們是希望是說 這樣子去勾兌 然後讓我們出來的成品 也是可以一致 對對對 您喝的這個 有放木桶的這些酒品 我們會比較希望能夠讓它客群 會是比較想要深入了解 對 因為其實像一般低酒精度的美酒 它就比較消費的族群就比較廣一點 因為可能大家喜歡喝錢 然後這個喝起來不錯 它就願意去購買 對 像這一種 因為它算是比較 我覺得它算是比較要深入去了解它的製作過程 它的原料 然後它的甚至後續的勾兌 對 嗯嗯 之後成員到最後的購買 對 然後甚至到最後變成我們的補購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是在2002年 那時候 從公賣局解除 公賣制度之後 對 第一批就是 民營酒場 對 在大約是在經過第四年之後 我們才有做這一個山豬民營酒 喔OK 所以什麼2006、2007 對差不多那個 所以第一批的酒 大概2013、2014上市 你這樣來換算 那為什麼選六年的時間啊 因為白橡木其實 主要是六年的時間 是我們取這個長老說話這個 對 這是白蘭蒂的 這個是美白蘭蒂 它 我們也有測試過它放到更久的時間 我們有嘗試過放過十年 對 我們場面有十年 但是就是因為 它放過十年之後 它的桶會 會太重了 了解 會壓過我們原本想要強調的這個梅子味道 了解了解 因為我們在蒸六的過程 我們保留住梅子的香氣跟和人的香氣 對 那我們不希望這個桶子再去 太壓過這個 我們原本保留住的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們就取這個六年 那另外六年其實也是 算是 我們覺得這個算是在合理的一個 增扇的 就是一個 的範圍內 是 就是說 增扇率不會這麼高 是 了解 像這個 就是我們的地下酒店 對 也是在南投那邊的 木工廠那邊 對 是 是 所以有機會真的 好啊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很 今天很開心可以看到林釀酒是因為 我覺得其實像你們之前 馬拉桑啊 然後 就是你們整個在農會裡面 我覺得你們的整體的這種包裝 取名字都是非常有創意的 謝謝謝謝 所以後來看到你們有做桶裝也很興奮 所以今天很開心可以在 對啊 所以其實謝謝你的要求 我覺得改天我們應該找時間一起去 參觀跟順便拍攝這樣子 歡迎 謝謝你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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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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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5 0 5 5 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参加酒枕也有东西喝很棒 来 干杯 你要说干杯 干杯 好 干杯干杯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一胎你们可以 怎么有可能三百年历史 中美酒精的应该是 它在荷蘭很怕苦 真的红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北的国际酒展 那今天很多的小朋友在前面 阿德 我们刚逛了威士忌的Section 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微醺的感觉 微醺的感觉 那你今天有喝到什么 或尝试什么让你觉得最有特色 我觉得像我刚喝到一个 我觉得蛮酷的是那个 Aaron的那个 Aaron的Cure 那个奶酒吗 奶酒奶酒 就是我蛮开心说 这些威士忌酒厂 他们就一直做各种各种各种的尝试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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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也许其中一个 会变成一个经典之类的 但是我蛮喜欢他们做这种尝试 真的喔 对啊 对啊 没有错 你知道 我刚刚还有那个Caribbean Smooth 啊 帝王的那个 OK 对对对 新的酒桶的实验 帝王新的这个产品 你知道你刚才讲到 那个Aaron他们家的GOLD Liqueur 你到我家就可以喝了 喔喔喔 所以已经有买了 我冰箱有一罐 蝦咖啡 要是你那一天喝咖啡 不是为了清醒 真的就来一杯Liqueur的咖啡 不过那天绝对不能剪 好总监虾谈 要不然的话我也很赛 就是可能没音乐啦 对 没字幕 对 可能片头也没上 然后影片其实都没剪这样的 会有很多的留言 那一场会有非常多的留言 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周 想要这样子蒙混过去 我就喝下去 对对对 已经知道然后故意要喝的 啊 了解了解 不过隔天的留言就麻烦你回了 我不想回隔天的留言 会非常的惨不忍睹 爛透了 对 我觉得 我们都没有字幕 被淹约了 今天我们 我觉得Lock Roman 罗曼湖的这个汤位很有诚意 有时候参加酒盏 然后台湾的威士忌酒磚 其实都太强 有的时候老实说啦 酒厂 比酒磚酒磚便宜 对 有的时候 不过 不过我觉得他们今天 非常的有成立 就是说有非常多的这种 很好的音乐 像我们有玩其中一个那个 抽奖 对 抽奖 然后有可以拿到30cc的单一 单一 头 然后呢 另外还有送一个杯子 对对对对 非常的开心 然后另外 我觉得它CP值超好的 真的 那今天我也很特别开心 跟南投酒厂的这个蒸溜师 林先生有一些请教 因为其实之前 他们在网络上的资料很少 对 那不过就是说 我其实一直觉得 这一个酒厂 以一个就是农会的酒厂 在台湾其实是很认真的 对 所以今天他也邀请我们 去他的 他们的酒厂参观 所以我觉得也许 我们可以出外景 去他们的酒厂参观一下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听我们 哈哈哈哈 是的是的 所以 还有那个我们还找到那个杯子 对啊 对啊 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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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最近不是有问到说 想要我们在 就是在拍的时候 我们在喝的那个杯子 今天我们找到厂商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一批了 所以我们问完资讯 再把这些资料一起做的 所以请大家可以先开始来认购 因为 想当爹想当妈的 可以先留点 因为量越多 我们的成本就越低嘛 所以麻烦大家一起来 我们再想一个方案 再跟博光讨论 再来想一个 搭配温香品 啊 这想法不错 好多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样子 累积五个温香品就送一个 是啊是啊 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多障碍物在前面 我们今天在拍摄的时候 对 特别是那个障碍物 对啊 Oh my gosh 他们也有看到酒仔 你们今天来参加酒仔 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们有喝五酒精的啤酒 蛤 我们有喝五酒精的啤酒 五酒精的啤酒 对啊 所以很开心 你们以为这样子也有参加到 Kathy你今天来参加觉得怎么样 我来这边问你 现在Kathy在拍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 我一天觉得 喝到很多酒 喝到很多酒喔 喝到很多酒 很棒很棒 那雅仁呢 雅仁觉得怎么样 好多小姐姐 好了这段就剪较了 怎么这样子 每次都是这种啤酒 以后下次我们再去酒仔 你会发现我不再问你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现在去食用餐 他会更开心 其实现在可以看到蛮多酒 也还蛮开心的 而且发现其实有很多酒 就是没有看到 所以你后来有买罐Holy的美酒 你有买吗 有这边 哦很棒 这只是国货 买到台湾的Holy酒厂 很棒很棒很棒 它的香也很棒 非常棒 而且又很适合 所以说它非常的 南车的那种感觉 可是就是 喝下去你会觉得它是一支 不超所值的酒 很棒 谢谢雅仁 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 然后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我们是浩总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嗨 好恐怖的好丑